常常在脸书看到鱼友分享七彩神仙鱼 发现很多新鱼友饲养的七彩神仙鱼多是病鱼 很多鱼友还把这些病鱼和其他观赏鱼混养在一起 有的还有鱼缸里造景 在这种情况下 这些七彩更不会有好的状态出现 而且还不利于我们去下药 体弱多病的七彩神仙鱼具有哪些特点 一 身体极度消瘦 老头鱼的特征明显 这是七彩神仙鱼体弱多病的第一个显著特点 那就是骨瘦如柴 眼睛的比例很大 嘴巴和头部没有任何的宽度 给人的感觉就是浑身上下都是干巴巴的 而且腹部更为消瘦 甚至于长期脱白变 二 巨石 趴缸 黑体 体表粘复杂物过多 扎堆 几乎是所有七彩神仙鱼应该有的疾病和症状 它们全部占满了 有的还有轻微的盲眼 剩下来的就是一些七彩常见病 什么巨石 趴缸 黑体 体表粘复杂物过多 扎堆的 保准一样也跑不了 或许在一群七彩中我们能够找到一两条好的 但是大部分几乎都是一个德性 可以说状态略微好点的我们几乎是挑不出来 按理说这样的七彩神仙鱼就应该全部下水道的 救治起来几乎难于上青天 但是恰巧有些鱼友就是整缸不落 一水的这种新鲜货色我们到底是救还是不救呢 既然想救我们就要有救治他们的资本 如果没有适当的准备几乎是白费力气 还不如不救为好 首先第一点需要大量的困水 而且最好是弱酸性的软水 仅仅这一条可能很多的新鱼友想都没想过 那么这样的七彩我们不知也罢 等着它们逐渐优胜劣汰 或许最后就会有存活者胜出 第二点我们绝对需要一个单独的治疗鱼缸 而且尺寸不要适中 因为可能整缸七彩全部都要下药治疗 如果是原来的鱼缸里没有造景的 混养有别的观赏鱼不多的 我们可以单独设置一个小鱼缸 把其他观赏鱼赞养以防被七彩所感染 第三点至少要准备三种开口料 第一就是牛腥汉堡或者鱼虾汉堡 第二就是冰冻的成体风年虾 第三就是冰冻的红虫 这三样是必须都要准备点 而不是只用其一即可 假设我们的七彩已经生活在了水质相对适应的隔离鱼缸里 水温也比较合适 至少在30度上下 然后我们才可以开始治疗 体表过脏的但是没有受损严重 可以使用到高猛酸钾加维生素浸泡 什么叫做体表过脏 就是体表年富有气泡或者过多杂物 看起来颜色发黑发暗 但是大部分皮肤根本没有破损 说句大白话就相当于我们的手上出汗了 沾了一手灰 但是手上的皮肤没有大面积受伤和脱落 哪怕七彩局部有点白萌白毛的 那也不是什么大事 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用到高猛酸钾的 但是这其中还有一个前提 就是我们把隔离缸的水质调理号之后 必须先静养两三天 让它们的体表先自行恢复一下 然后再去观察如果过脏方可下药 因为这些东西鱼体太虚了 可能根本不耐药 如果是体表已经破损很严重了 可以使用药性较为温和的消炎药 比如土霉素之类的浸泡两天之后 再去恢复两天 然后再做决定 假设高猛酸钾和维生素C浸泡结束后 七彩身上粘膜损伤过重 我们还是要下土霉素调养 巨石黑体的需要慢慢换食和缓食 对于那些巨石黑体的 调理起来才是真正的麻烦 这里面还有几个要点我忘记说了 就是过滤系统没有必要搞得太大 七彩洗净尤其是这些弱势群体 有个小烧率就可以了 而且饲养密度不能太低 太低了他们更害怕 估计所有的鱼分开游动 基本上能够占满鱼缸的三分之一中层水域就可以了 也就说鱼缸不能太大 灯光不要太强 鱼缸里除了水泵 加热管 温度表以外 其他东西不要放置 然后黑体的和扎堆的这些情况 经过上述处理以后 都会有效的缓解 如果过度压抑 可以关灯三天不管 该死的让它死去吧 等到全体的七彩颜色转好 开始正常巡游 体表比较干净以后 我们再去根据七彩的状态 开始少量头胃 轮换于时头胃 如果发现头胃之后出现异常症状 立刻停时 使用假削座 利特零瓣耳料或者浸泡头胃 或者双管齐下 一般的它们可能会出现白变 透明变 气泡变等 我们也不必断定肠炎或者内疾了 这样的骨瘦如柴的七彩 一般都是内疾 如果有设施非常正常的 顺便下药治疗一下 状态很好的可以回原缸 但是最好是一起治疗 可能它们回到原缸 还是会压抑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了 除非是状态特好的 然后就是下药 停时 喂时 换水 再下药相结合 直到七彩们痊愈 或者拜拜 目前也只有这个方法了 需要注意药量不要太大 当然了 我们也可以配合一些比较好的治疗七彩的正规药物 按照上述的方法来慢慢调理 比如治疗外剂 内剂的药物 总而言之 就是水质和水温 以及鱼缸的大小和环境 要绝对做到位 然后下药千万不要太猛 既不能再次伤及体表 也不能下药影响了食欲 还不能大量的投胃 还要根据七彩的食欲 调换食物 还需要大量的困水 如果我们保证布了上述的治疗方案 四个字 优胜劣汰 再加四个字 不好就扔 总而言之 主要靠调 靠样 药物其实是次要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药物 II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